这是一部一定不能错过的末日丧尸大片 改编自金坎比和黄英灿的同名漫画 全程高能 每一秒都让你沉浸在刺激的边缘 各种怪兽应有尽有震撼无比 在一个很不寻常的冬天 大雪都来得这么急促 仿佛世界末日来了一样 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埋伏在废墟中 仿佛遇上了什么怪物 可映入眼帘的却是一个满身伤痕的少年 紧接着雪地里无数个不明生物躁动起来 他们张牙舞爪行动怪异 随着少年的步步逼近 军方无法辨认他是人是鬼 直接火力全开一个也不放 奇怪的是面对一枪又一枪的射击 少年竟毫发无损 很显然他已不再是人类 就在一个月前 高中生贤秀刚刚搬进了这座名叫绿色家园的老旧社区 第一天就遇上一个奇怪的保安 总是鬼鬼祟祟盯着他家的猫眼 还时不时地突然喷鼻血 处处透着诡异 可贤秀的父母突然离世他根本无暇顾及这些 生无可恋的他站在屋顶想就此一了百了 突然有个天使般的仙女出现了 他那优美的芭蕾舞 看得贤秀那是如痴如醉 于是他改变了轻生的主意 在泡面和游戏的陪伴下 悠闲的日子被一个快递包裹打破 推开门的瞬间他傻眼了 一厢方便便不知道跟谁有仇 此相竟如此难看 他小心翼翼地走过去 刚想看个究竟 下一秒 一颗血淋淋的猫脑袋就滚了出来 紧接着一只又黑又长的老凤爪又抓了回去 贤秀的小心脏怕是要跳出来了 他拔腿就跑 一头钻进被窝蜷缩在角落 他希望自己的动静不要打扰到那个怪物 然而下一秒门铃就被疯狂地敲打 对方不停地求助 求求你开门吧开门吧 我回到家门没锁 家里一团糟 我的猫也不见了 我好害怕 善良的贤秀刚要开门突然想起了什么 他要求女人把手给他看看他要确认一下 他是不是那个抓猫的怪物 没想到女人一下子就激红了双眼 紧接着不停地喷血 还不停地疯狂敲门真是吓尿了贤秀啊 还好楼上有个吉他手 女人被这美妙的音乐吸引了过去 贤秀操起家伙鼓起勇气出去看的究竟 遇上一个面不猙獰的刀疤男 下一秒他就晕倒了 另一边吉他妹子听到敲门声 以为自己声音大有点扰名 隔着门就不停地道歉 可视频中的女人完全变得面目全非 紧接着疯狂地砸向铁门 一下又一下 女人简直吓得腿软 当他操起棒球棍想再看一眼时 刚好遇上路过的刀疤男 两人随着血迹看去 前方有只高跟鞋 窗户的玻璃也被撞破 他们推测那个女人是掉下去 而楼下一群想要外出的人呢 发现包括大门和地下室等 所有出口都被莫名其妙地锁住 仿佛有人故意而为之 还好超市老王发现了打开卷门的密码 然而打开门的下一秒 一个又高又瘦的巨人怪就出现在眼前 仔细看这只旺材庞造的大叫 人们惊恐地看向门外 随着升降门防缓打开 一个又瘦又高的巨人怪就出现在眼前 他二话不说直接张开血盆大口 露出百米獠牙 眼睛难以看情况不对 大门让超市老王赶紧关门 可这大家伙直接闯进 不仅如此还伸出一条百米长蛇 直接就刺穿一名保安 疯狂地吸食他的血气 所有人都压麻呆住 眼睁睁地看着身高体壮的保安 瞬间变成一具硬邦邦的干尸 巨人怪一由未静减被挑选下一个 还好眼镜难挺身而出 抛起夜火器就一顿干涉 眼看着巨人怪连连后退 他再次大喊让老王赶紧关门 老王实在有点反应迟动 惊魂未定的他亮亮呛呛向空电室跑去 巨人怪被一步步逼捆 眼看着就要推倒了 老王颤抖地按下开关 就在这时灭火器却用完了 眼镜难傻眼了 他没想到自己是这样的结局 就在这时一个美女冲了床 撞飞了巨人怪 眼镜难旁着不断下降的卷影 在最后一刻就回了美女 下一秒血淋淋的长蛇就直勾勾瞪着他 还好有惊无险 这时大家才知道美女原来是名消防员 随着巨人怪缓缓离开大家这才松了口气 可眼镜难却告诉大家 这样的怪物不止这一个 原来门外的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横行的怪物 尖叫的人类 所有地方都变成了怪物觅食的柴 另一边醒来的贤秀也不普思议地看向窗外 一切都仿佛世界末日一般 让人难以置信 忽然一滩一滩的门血喷涌而出 是贤秀 他开始莫名其妙地流鼻血 可怜的孩子还不知道 自己已经感染了可怕的病毒 另一边芭蕾五恩又正要外出 一个不小心崴了脚只能躺在角落 这时刀疤男刚好路过 没想到下一秒 那个抓猫的恐怖女人就养过来 还好刀疤男力气够大直接一把扔了出去 刀疤男摸摸自己的伤口 他知道自己已被感染 没想到这死女人不依不饶又过来繁衍 刀疤男直接狠狠一个左勾拳 没想到女怪物很是顽强 挣扎着又站了起来向恩佑哭去 还好刀疤男反应永远 直接一个又飞脚踹台 在不知道踹了多少地方 那个女怪物捧融了共挤 此刻的恩佑俗俗捧更多的是崇拜 这一边其他妹子智秀手拿棒球棍 在楼道里巡逻 转脚出一个男人正面壁思过 好像是那个诡异的保安 他刚想过去聊两句 妈呀保安直接变译 满鼻子喷血扑向智秀 智秀一棒子下去直接干 他刚要上去看的究竟 被邻居国文老师拦住 下一秒变成怪物的保安缓缓站起 国文老师一个见不上去 怪物就被削去半半脑袋 就在这时所有人都收到一条警报信息 可怕的病毒席卷了整个世界 只要流鼻血并伴随昏厥的人 必须执行隔离 因为他们随时有变异的可能 就在大家恐慌不已时 刚才那个削去脑袋的怪物 扭动了几下身体 竟奇迹般地又站了起来 他那张牙舞爪的样子像是要吃人 而贤秀打了一天的游戏 肚子也饿得咕咕乱叫 他突然想起了那箱被嫌弃的方便面 他还在吗 他小心翼翼地打开门 果然方便面还在 同时那个怪物也在 贤秀吓得捂住嘴巴大气不敢喘 还好怪物一直念叨着自己看不见 可他的耳朵却异常灵敏 贤秀刚想抄起家伙拼死一搏 刚好眼镜瞒在楼下调试广播 吵杂的噪音惹怒了五眼怪 直接一个大长臂把广播就干飞了 一场病毒席卷了整个世界 所有人都变得面目全非 男孩害怕感染病毒变异成怪物 希望在自己还是人类的时候死去 打开窗户想救此两劫 当他看到楼下的瞬间 他改变了这个念头 只见一名父亲绑着绳索去楼下觅食 因为他的两个孩子已经很久没有吃东西了 孩子们叮嘱父亲要小心 话还没有说完 一只巨大无比的独眼怪就盯上了他 贤秀紧张无比他大喊让男人小心 可一个不小心男人没有抓住直接掉了下去 女孩吓得惊声尖叫 这直接吸引了独眼怪 两个孩子只能无助地呼救 说是池内是快 一台电脑屏幕从天而降 砸得怪物好是愤怒 只见他一个弹跳百米长篤就追了上去 贤秀拿起木棍看准事寄刺了上去 没想到独眼怪更加愤怒 像蟒蛇般一圈圈将贤秀包裹 他粗壮的身躯把贤秀勒得喘不过起来 贤秀闭上眼准备放弃挣扎 紧接着一声枪响 独眼怪直接被爆头 原来是隔壁的囚叔救了他 贤秀刚想致谢被囚叔一个动作制止 紧接着囚叔告诉他这些怪物听觉超级灵敏 不仅如此还拥有不死之身很难致死 并示意贤秀向下看 果然刚刚那个独眼怪直接自断 长篤快速变异又复活了 囚哥问贤秀是否愿意就楼下两孩子 如果愿意就过来找他 并提醒贤秀把手机调成通话状态 万一遇上怪物 莎莎的噪音能提醒自己 就这样贤秀踏上了自己的英雄之路 很快囚叔就迎来了贤秀 看到囚叔的双腿贤秀傻 救娃的重任只能自己独自完成 囚叔把贤秀的小刺刀直接改造成带电的长矛 囚叔告诉他奠击怪物可以短时间麻痹他们 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救人时间 一旦遇上怪物不要硬碰硬要学会逃跑 此刻的楼道安静地令人头皮发麻 这时他发现了无眼怪的行踪 躲进了电梯里 一旁变质的黄花鱼引来一群嗡嗡的苍蝇 无眼怪直接胳膊就伸了过来 贤秀看准时机对着怪物一顿猛刺 怪物被电得嗷嗷直叫 下一秒他的大长臂就向贤秀飞了过去 还好有惊无险贤秀逃过一几了 可怕的怪物不依不挠 根本不想彼此放逆 于是贤秀便带着怪物一起玩跳跳球 蹦蹦哒哒的声音让怪物完全摸不着头脑 无眼怪急得团团转 贤秀在背后又是狠狠一次 疯狂地惦击下无眼怪终于晕倒在地 贤秀把腿就跑 就在他街上兄妹俩往回反时 身体里的病毒突然变异发作 李血如瀑布般疯狂流淌 孩子们吓坏了 他只能大喊让他们离开不要靠近自己 就在这时又一个大头怪闻声而来 撞倒的门死死压着贤秀 眼看着大头怪马上进来 两孩子只能无助地拉住贤秀 下一秒大头怪就直勾勾地向他们抓过来 还好贤秀清醒过来 他死死抱住大头怪的大腿 大喊道 快跑 快跑啊 大头怪转过头直接恶狠狠地一脚踢开 一拳头砸向贤秀 还好不闻老师的刀来得快 两下子把大头怪就砍倒了 另一边楼道里的弟弟看到怪物 早就吓尿了 姐姐安慰弟弟不要害怕 姐姐会保护他 可下一秒该死的五眼怪就来了 在这充满怪物的世界里 两孩子想活下去到底有多难 楼道里有个五眼怪正到处觅食 姐姐想起贤秀的话 赶紧捂住弟弟的嘴 因为五眼怪看不见但听觉异常灵敏 就这样怪物一顿抱怨后空手离开了 孩子们还没松口气 下一秒背后就窜出来一个大头怪 直接就朝着姐弟两扑过去 小女孩吓得惊声尖叫 没想到把五眼怪吸引了过来 直接一掌刺穿了大头怪 痛得大头怪嗷嗷直叫 姐弟俩见机赶紧逃跑 就这样两个大家伙扭打在一起 没想到大头怪是个练拳击的 在一拳又一拳的猛烈攻击下 五眼怪直接被像扔垃圾一样扔了出去 孩子们不停地按着门铃 希望有人能救救他们 可大头怪根本不给他们机会 很快他就朝着姐弟俩跑来 姐姐绝望极了 五珠弟弟的眼睛准备等死 就在这时半路杀出来一个推着婴儿车的女人 面对怪物的凶声恶煞 女人并没有紧张更没有退缩 她警告怪物不要动孩子们 下一秒大头怪直接把她干飞 倒在地上的女人看到孩子对着自己微笑 下一秒大头怪就踩爆了婴儿车 女人发出歇斯底里的吼叫 原来一场车祸孩子早就离开了她 现在一点念想也被大头怪毁了 她顽强地站起来 作为一个母亲她要保护身后的孩子 可迎来的却是大头怪的再次暴击 孩子们抓住机会向贤秀他们跑去 大头怪转过身杠要追过来 刚刚那个女人直接一个飞跃 坐在大头怪上狠狠撕咬起来 智秀直接一棒子正中要害 博文老师再补上一刀 彻底激怒了大头怪 她追着博文老师到处跑 这边智秀过来查看扇婴 很明显她已经开始变异 可奇怪的是黑色的瞳孔很快又恢复正常 就这样贤秀顺利将姐弟俩带到求书的房间 另一边博文老师永顺还在与大头怪拼命 最终她被逼到一扇窗前 毫无退路的博文老师只能默念心中的信仰 狗头保护狗头保护 紧接着大头怪就直勾勾地冲了过来 博文老师一个纵身一跃 大头怪没杀住车直接掉了下去 博文老师永顺这才侥幸躲过一劫 可这短暂的和平却被一个女人打破 这天她趁着眼镜男一个不在意 悄悄打开大铁门 眼镜男为了大家的安全决定重新关闭大门 女人歇斯底里地喊叫 因为门外跑来的正是自己的女儿 一边跑还一边呼喊着自己的母亲 就在这时一名军人挺身而出 她要去救这个小女孩 刚伸出手 下一秒一根白米长蛇就刺穿了两人 还是那个巨人怪 她把女孩高高举起 疯狂瞬息她的血气 就这样母亲眼睁睁地看着女儿 惨死在自己眼前 不敢相信的她硬要出去看看 也许女儿还活着 然而下一秒 巨人怪的白米长蛇就飞了过来 眼镜男直接吓傻了 就在这时大家听到政府发来的广播 全国处在戒严状态 病毒感染后人们变异成不明生物 专家推测这与人们内心的欲望有关 这些生物不老不死拥有不死之身 而在出现流鼻血昏厥等状态时进行隔离 并将其杀死 这是唯一杀死他们的机会 这边贤秀等一群人打算去一楼帮忙 他们小心翼翼地一路前行 安静地楼到深处似乎有着什么 突然贤秀被一股不知名的力量直接推了下去 刚好砸在恩佑的脚下 浑身是血 吓得恩佑嗷嗷大叫 贤秀被一股不知名的力量 直接从三十楼推了下去 倒在血泊中的贤秀不出意外就隐恨了西北 然而奇怪的是睡了三个小时的他 若无其事地醒了 猛逼的贤秀一脸猛逼 因为他也不能理解自己能奇迹般地活着 只有眼镜男领智 他猜想应该是变异的黄金事件救了他 而这黄金的三小时是杀死感染者的最佳时期 自私鬼老王可不想跟怪物在一起 他直接拿出美工刀想把贤秀赶走 为了公平眼镜男召集了所有幸存者 让大家投票决定是否赶走贤秀 而最终的结果却很意外 没想到竟然是八比八平 可老王怀疑有人动了手脚 他恶狠狠地甚至想就此了结了贤秀 就在他骂骂咧咧的同时莫名地鼻血喷涌而出 他紧张极了声称这是因为自己最近太累了 然而所有人都远远避开了他 贤秀打算给自己头上一跳 要求和感染者老王一起隔离 老王直接吓晕了过去 欲望会让人变成怪物 那老王变异肯定是因为自私 另一边善因越来越无法控制体内的病 他变得无比急躁 双眼瞳孔再次放大 他看向床头熟睡的孩子 为了不伤害他们 他把自己关在厕所 孩子们找不见阿姨 跑去告诉囚书 感觉不对劲的囚书拿起大家伙准备看的究竟 可打开门的瞬间囚书都看傻了 由于生前的意外他失去了自己的宝宝 欲望让他变成了没有战斗力的巨型胚胎 桌子上还放着扇因为孩子们做的围巾 囚书顿时一阵鼻酸 感叹母爱的伟大 另一边隔离市里的贤秀 被眼镜男叫出来谈话 他告诉贤秀自己在选票上做了手脚 这才让他得以留下 而作为交换贤秀要用自己的不死之身 他在手中的自制盾牌 得知囚书这个武器专家的存在 他要求贤秀把囚书带下来帮忙 而路上贤秀遇上了刀疤男 还调皮地挑逗刀疤男一起抓怪物 没想到刀疤男送给他一机回手套 下一秒一个怪物把刀疤男拖入渤海 贤秀跑去救人 没想到被一股黑烟撞 一个浑身烧焦的黑烫怪出现在眼前 他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扑向贤秀 还好遇上射箭家族的妇女 贤秀和刀疤男两人这才脱起 就这样妇女俩也加入了 他们营救幸存者的队伍 最终大家都安全地来到一楼 而贤秀仿佛被囚禁一般 只有遇到危险的事情 他才会被放出来 他成了为大家服务的工具 每天小心翼翼地穿梭在各个楼层 不仅如此还留下各种报警装置提醒自己 取完各种生活用品准备折返时 警报器突然拉下 他小心翼翼地看过去 打开门的瞬间他被突然撞飞 他定睛一看 没错是那个速度超快的飞碳怪 大家正在议论纷纷 觉得贤秀早该回来 难道出现意外了吗 然而更意外的是发生了 被感染的超市老王彻底变异了 大家惶恐不安地看过去 他变成了一个被麻绳包裹的长毛怪 忍受三十多年的家暴 妻子这次毫无保留地发泄出来 如此暴力的场面刚好被回来的贤秀撞上 因为他知道一旦自己失去利用价值 老王就是他的下场 然而第二天眼镜男幼给他指派新的任务 让他再去寻找一条新的出路 贤秀还没站稳就被一股突如其来的力量拉倒 一瞬间就被绿色的粘稠液体包裹 为了营救贤秀大家全员出动 只留下腿脚不变的球书 然而下一秒一个诺大的蜘蛛怪就出现了 一个变异成蜘蛛形态的丧尸 对着小女孩紧追不舍 球书拼命地转着轮椅去营救 只见他一个火箭炮把蜘蛛怪引开 下一秒蜘蛛怪就朝他愤怒地扑了过来 小女孩健壮奋不顾身地跑去要救球书 球书看准时机拉下开关 正好把蜘蛛怪悬空掉挂起来 可小女孩也被怪物死死抓住 可恶的是另一边的大男人却贪生怕死 还搬来东西阻拦大家营救 眼看着怪物就挣脱束缚 直接掉了下来 下一秒张牙舞找的他 直接刺穿了球书的大腿 还好恩佑和佑丽等众人的帮忙 球书这才捡回一条命 另一边营救贤秀的他们 也没有那么幸运 刚到地下车库 就遇上了那个速度惊人的黑炭怪 谨慎的眼镜男就被莫名击倒在地 反应迅速地他对着黑炭怪一个设计 没想到被爆头的他不但没死 反而更加愤怒 迈着一双羊腿四处寻找着猎物 眼镜男等人躲在车下大气不敢喘 他找准时机按响了车钥匙 滴滴滴地动静拧开黑炭怪 大家这才上了一辆小面包 紧接着一群变异丧尸跟着扑过来 很显然他们已经饿了很久 个个都想要他们的命 就在这时小面包撞上了沙土堆 黑炭怪立马就追了过来 还好被一记火箭射中 是前来救援的退伍老兵杰叔 顺利就回贤秀的他们 回来刚好遇上被蜘蛛怪袭击的球书 贤秀直接对着就是一顿狂暴电击 蜘蛛怪被痛得吱压乱叫 他不停地用触手猛扎贤秀 勇敢的贤秀没有退缩顽强奋战 最终一人一怪被逼在角落决一死战 在场的每个人都震惊了 他们没想到变异的贤秀如此善良 大家不认只是以为失去了他 就在这时贤秀推开蜘蛛怪的尸体 顽强地站了起来 他瞳孔发黑 在众人眼中他始终是个怪物 哪怕当才自己拼命救了他们 他垂头丧气地就要离开 终于有人站出来了 一句对不起让贤秀心中一热 大家终于认可了这个善良的少年 不再把他当成利用的工具 可他们迎来了更严重的问题 水源和粮食最多只能维持五天 他们迫切需要去外面寻找物资 在眼镜男的组织下 求叔负责改造车辆 刀疤男和贤秀两人负责出去冒险 然而就在这时质秀却突然倒地不起 他得了急性肠梗阻 作为医生的眼镜男表示需要马上手术 否则有生命危险 为了辨认药物 贺敏自告奋勇地和两人前去搜寻物资 就这样承载着满满希望的装甲车就上路了 然而刚出来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掀翻 巨大的声响告诉眼镜男他们任务失败 绝望的他们不能再等 只能拼死一搏开始手术 而曾经的大头怪已经进化得更加强大 他恶狠狠地向贤秀他们扑过来 贤秀拿起手中的电长毛直接刺了过去 然而大头怪直接轻轻一甩 贤秀就被扔出去好几米 紧接着又是一个巨大的水泥管砸了过来 还好贤秀闪躲及时 不然肯定变成大肉骨 退伍老兵杰叔直接两个火瓶子砸了过去 大头怪被火烧得嗷嗷直叫 躺在沙队上来回翻滚很快将火扑灭 杰叔一个剑步跑过去把贤秀扶起 然而还没站了 杰叔就开始一个劲地喷鼻血 知道自己也被感染 命不久矣 眼看着大头怪扑了过来 杰叔直接一把推开贤秀 大喊让贤秀一定要活下去 他要接下大头怪这要命的一拳 当弱小的人类遇上诺大的怪物时 只能选择勇敢 结束一把推开贤秀 准备接受上帝的安排 下一秒一辆消防车冲过来 撞跑了大头怪 此刻的大头怪有点晕 原来是消防员金姐 此刻的消防车摇摇欲坠 大头怪愤怒地到处乱抓 眼看着消防车就要砸过来了 金姐一个匍匐 外加一个翻滚 他又爬上了消防车 一脚油门退后数百米 准备最后的冲刺 大头怪这才傻傻反应过来 大步朝着金姐跑去 另一边被撞翻的装甲车大量漏油 地上溅起一朵朵火花 刀疤男好不容易把贺民救出 说时时内时快 下一秒汽车发生爆炸 大头怪瞬间被淹没在熊熊烈火中 碰得他嗷嗷直叫 来回拍打 就在这时金姐看着时机 一个猛踩油门 狠狠撞向大头怪 很明显这是力量与美学的较量 终于大头怪一个敌不过被金姐直接撞了下去 刺穿了胸膛 为了终结大头怪 金姐瞄准着火的建筑再次撞了上去 就这样大头怪抱着熊熊烈火跟大家再见 而另一边眼镜男的手术也很成功 大家迎来了短暂的和谐 贤秀和恩佑产生了不一样的情愫 在恩佑的鼓励下贤秀减去杂乱的长发 永顺悉心照顾生病的质秀也爱意萌生 刀疤男也卸下了冷酷的伪装 然而一切被突然闯进来的一个男人破坏了 他先是狼吞虎咽的大口大口进食 随后收了句快逃就晕倒了 再次醒来随身携带的对讲机让他无比恐慌 里面不仅传出了男人的声音还伴随着枪声 金姐意识到危险将至他砸烂了对讲机 还让人把之前挂的求救信号拆除 然而更危险的事情很快就来了 贤秀和刀疤男下楼时 看到了一个变异的保安大叔 手持出草机要去大家生活的一楼 贤秀立马拉想报警器 所有人绷紧神经知道危险来了 超市老板娘此刻也大量喷鼻血 他感染了症在变异中 贤秀急着去救大家 直接一个纵身一跃 从二十楼跳了下去 然而下一秒小腿断裂 他高估了自己的不死之身 载着丧尸保安的电梯很快来到一楼 大妈完全没有危险意识 还主动跟丧尸搭话 保安听到声音转过头 直接把大妈吓得魂飞破散 除草机跟着就砸了过来 大妈准备就此任命 下一秒永顺用剑挡下了除草机 永顺受伤的手臂明显力量不够 短暂的僵持除草机最终割断了永顺的手臂 这一幕被赶来的众人看在眼里 却没有一人敢冲在前面 永顺忍着疼痛接过断刀 狠狠刺向保安 这一次他死死抱住他 不让他上前半步 接着他们一头扎进电梯 永顺决定以私保护大家 无能为力的贤秀流下了痛苦的眼泪 最后永顺一刀刺漏了除草机的油桶 让众人把燃烧瓶扔进来 可谁也下不去手 最终眼镜难以咬牙丢了过去 就这样永顺在大家的眼中被烈火团团围住 可智秀却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因为刚才永顺还跟他表白了 大家来不及忧伤 更危险的事情接踵而来 一辆不划好意的军方装甲车 朝着他们飞驰而来 大家来不及反应 装甲车就撞破大楼开进了楼里 下来一群手持武器的小混混 丧彪一把抓起昨天闯进来的男人 就是一顿乱捅 最终切断男人一根手指 打开密码箱却不是要找的指纹 下一秒恶狠狠的丧彪就一枪K了男人 大家被划在一个圈圈里 谁也不能出去 否则就被一枪送走 曾经给贤秀道歉的女人 因为晚到了一会 直接被丧彪送了一颗子弹 人们束手无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在这末日的世界里可怕的不是丧尸 而是这些没心没肺的人类 仔细看丧彪对着男孩就是一枪 很明显这个丧心病狂的家伙变态到极致 贤秀忍得疼痛死死把门关上 他要保护楼下的人 气得丧彪举起手枪 打算再给他一颗子弹 下一秒 一只手直接刺穿了他的胸膛 贤秀也震惊了 没想到他的手下阿伟造反了 紧接着就像扔垃圾一样 把丧彪扔了下去 手下箭机立马自救 没想到子弹被反弹 自己领了盒饭 原来阿伟也不是人类 大惊牙吓得立马认索 就在刚当他们这伙人 很没礼貌地把车冲进绿色家园社区 把所有人都囚禁起来 不仅如此一个不开心就滥杀无辜 所有人都狂恐不安 贤秀想要做点什么 冷静的眼睛男只是让他等待寻找机会 而另一边的金姐悄悄把密码箱藏了起来 也许里面装着什么机密 两巡逻的小昏昏正好碰上了刀疤男 可惜他不会用枪 下一秒就被识破 又是一场恶战 还好金姐来得及时 变异中的超市大妈很快也被发现 她坚信只要熬过这15天 就能变成贤秀那样的特殊感染者 就能保护大家 而今天已经第14天了 可任凭眼镜男如何劝说 丧彪始终不幸 直接一枪打死了大妈 听到枪声大家狂恐不安 为了不让大家再有牺牲 金姐开始行动 一拳头直接淡翻一名手下 大惊牙一顿疯狂扫射 金姐敌不过 只能硬着头皮引开他们 眼镜男见机一把暴躁丧彪 大家一看机会来 纷纷上前开始战斗 混乱中贤秀不小心被刺中 丧彪一个反背将眼镜男也撂倒 一声枪响贤秀重弹倒地不起 紧接着丧彪将枪指着眼镜男的脑袋 威胁大家 如果谁再乱动就一枪K了他 绝望中 超市大妈变成怪物死而复活 静止走过来 连中竖枪他也没事 直接一个回手掏刺穿一名手下 紧接着直奔眼镜男 他已分不清敌我 下一秒 贤秀挡在前面接下这致命一击 大妈直接刺穿了他的胸膛 大家都看傻了 无可奈何的贤秀 只能双手紧握他的脖子结束了他 就这样两人同时倒地不起 丧彪意外发现 贤秀的伤口正在悄悄愈合 他终于明白 他也是变异的特殊感染者 在他眼里这些丧尸只能死 超市大妈就这样被泼上汽油 燃烧在熊熊烈火中 而贤秀则被带到楼顶 接着就发生了开头那一幕 丧彪万万没想到 自己会惨死在手下阿伟手中 另一边金姐看准时机 一枪K了看管的手下 众人没走两步又迎上一名手下 为了保护大家金姐只能缴械投降 接着被狠狠暴打在地 这时小眼睛跑了出来 死死抱住这名手下 大家团结奋战 终于获得了自由 可谁也没有注意到 坐在地上的求疏 开始疯狂流鼻血 他感染了 楼顶上被救的贤秀一脸猛逼 阿伟伸出血淋淋的手势好 原来他也是特殊感染者 拥有不死之身 之前跟丧彪在一起 只是觉得好玩 现在遇上同类他不打算再伪装 贤秀根本分不清敌 我迟迟不接 就在这时天上飘下一堆传单 贤秀终于在这集进化成最终前看 全身充满力量 在他内心的善良是否还在 上集收到风中飘下一堆传单 阿伟捡起一张 原来是军方寻找特殊感染者的通知 另一边大家从大金牙那也得知了这个消息 只要举报特殊感染者 就可以无条件地获得保护 阿伟觉得狼和羊根本无法共存 捕获贤秀独自行动 善良的贤秀告诉他 也有不会害人的怪物 接着把他带来看上鹰的巨型胚胎 阿伟一下子也震惊了 接着理智地他反问道 有不杀怪物的人类吗 贤秀根本无法回答 接下来就是验证答案的时刻 两人刚到一楼 就被众人团团围住 看到这一幕贤秀有点失望 下一秒大家招手让贤秀过来 并一致将武器对准阿伟 却被贤秀拦了下来 大家最终选择相信了他 晚上两人对着月亮谈理想 阿伟表示不想在这里待太久 因为乱世里面谁都不可信 回忆往昔自己那么信任军方 积极配合军方的研究 没想到换来的却是 一次次痛苦的实验 最终他分裂自己的血液 杀死那些可恶的工作人员 并寄生到一名员工身上 越说越激动的他瞳孔发黑 他坚信自己是天选之人 他邀请贤秀一起去 寻找同类的特殊感染者 贤秀一直坚信可以共存 直到这天 一群人发现了一个怪物 怪物还变成熟的模样 跟小男孩挥手 因为昨天他还救了小男孩 可此刻的人们满眼恐惧 根本不想放过这个怪物 最终大家用熊熊猎 消灭了孩子的救命恩人 贤秀恍然大悟 没想到阿伟说的是对 他们跟人类终究无法共存 他告诉眼镜男 他不想再做他们的猎犬和工具 金姐找到阿伟 问他是否知道什么秘密 原来军方根本就没有什么保护计划 只有全区的大扫荡 他们的宗旨是 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 此刻的金姐意识到军方果然不可信 他把之前他们给的求救定位 遗藏了起来 然而却没有发现藏在角落里的小帅 贪生怕死的他期待着军方的营救 偷偷按下了定位发射器 可更危险的是悄然而至 刀疤男发现赫敏的哮喘并越发严重 背着他正要出去寻要 可下印刀 直接被阿伟撞飞 他为了防止有人按照传单举报自己 控制大家谁也不准出去 可现在贺敏危在旦夕 贤秀示意放过他们让他们出去 可转过身 阿伟直接击枪扫射 一枪又一枪 两人双双重弹 贤秀跑去阻拦却被一把掀翻 紧接着阿伟疯狂追着大家扫射 连开竖枪 还好金姐来得及时 然而子弹对阿伟毫无作用 感觉被欺骗了行秀 直接抱着阿伟冲了上去 却被阿伟一拳击飞 阿伟还挑尽地告诉他 杀死超市大妈的人 是自己而并非贤秀 贤秀只是被他赴了身 疯狂大笑的阿伟早已没了人性 贤秀被气得全身沸腾 愤怒的他此刻只想报仇 就在这时天生意下 整个天空都变了颜色 阿伟转过身 只见贤秀的臂膀迅速裂开 长出一根根红色道次 他终于黑化 变异成自己的最佳形态 兴奋的阿伟连连拍手叫好 下一个被仇恨霸占的贤秀 眼冒黑光 直接一掌刺穿了他 一瞬间阿伟就灰飞烟灭 仔细看男孩在仇恨的霸占下 彻底黑化升级成最终形态 眼前的阿伟立马烟消云散 很明显贤秀已分不清敌我 正要向大家展开杀戮 球叔一个剑步上去 紧紧抱住这个大男孩 因为变异 球叔的腿脚已经痊愈 他不停地安慰贤秀 孩子 这不是你的错 不是你的错 他知道这个男孩内心是善良的 球叔宁愿被贤秀赐死也要感化他 贤秀渐渐恢复意识 最终晕倒在地 而球叔也在此领了盒饭 所有人都震惊无比 门外中枪的两个人 彼此就这么静静坐着 他们知道甜蜜家园再也回不去了 最终也失去了生命 此刻的杰叔仿佛也感应到了女儿死去 第二天贤秀随着太阳升起 他清醒了过来 一脸茫然的他失忆了 而另一边 球叔的尸体早已凉透 他看着这个如此熟悉的身影 胸口无比疼痛 所有记忆仿佛幻灯天一样来回播放 眼前的男人引导自己 从一个胆小懦弱的男孩 进化成勇敢有担当的男子汉 他是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可他却忘了他是谁 但自己就是止不住的泪流 而杰叔由于过度思念女儿 很快也离开了大家 他给大家找到了一条地下通道 所有人都默默敬佩着这位老兵 然而大家却忽略了一个人 被贤秀赐死的阿伟 他那红色血液竟然活动起来 一下子钻进了装甲车 偷偷地驶离了这里 就在这个大雪纷飞的夜晚 一群全副武装的军队 将甜蜜家园社区团团围住 并喊话让感染者出去投降 原来是那个胆小懦弱的男人小帅 他最终还是发送了求救信号 这才引来了大批军队 眼镜男和金姐 第一时间去查看信号发射器 果然不见了 安全起见 大家都躲进了地下通道 为了保护大家 贤秀准备独自出去投降 眼镜男决定上去劝说 并告诉妹妹恩佑 他们一定会回来 可善良的贤秀 怎么会不顾大家的安危呢 他瞳孔发黑 静止朝着门口走去 而眼镜男也不打算回去了 戴上耳机 拿出妹妹给他的照片 看着笑着就流下了眼泪 因为他也开始流鼻血了 另一边早已埋伏的军方 开始疯狂射击 此刻的贤秀终于恢复了记忆 所有的一切他都想起来了 那些一起并肩作战的人们 将永远刻在他的脑海里 大家随着地下通道终于走了出来 本以为就此自由的他们 还没松口气 就被眼前的士兵又团团包围 金姐有点不可思议 原来是安装了定位装置 最后所有人都被绝望的一车带走 而金姐却换装了 仿佛他和军方有着什么不可告人的交易 所有人都迷惑不解 另一边伤口不断愈合的贤秀 被一阵阵呼喊声叫醒 他缓缓抬起头 那不是刀疤男吗 可他不是死了吗 他们要去哪里 至此甜蜜家园第一季就此完结 咱们第二季精彩继续 苦等三年万众期待的网飞兴剧 甜蜜家园第二季劲爆来袭 弱小的人类感染可怕的病毒 熬不过15天就会变异成可怕的怪物 第一季大家都深深感受了怪物的凶残 更是揭露了在生死面前人性的邪恶 而作为特殊感染者贤秀 凭着心底的善良 帮助甜蜜家园社区里幸存的人类打怪兽 最终被军方押送去往安全的地方 而贤秀作为变异的幸存者 军方只想利用他搞试验研究 这里关押着数不清的特殊感染者 变态的博士认为世界已经变了 人类才是病毒的根源 而怪物则是治疗病毒的解药 一辆装甲车上一个男人正在与军方对话 没错他劫持了军方重要的试验本体贤秀 在他一声声的呼唤中贤秀也终于醒来 看到刀疤男的一瞬间贤秀无比惊讶 不过下一秒他直接叫出他的名字 他是第一季中的特殊感染者阿伟 而贤秀的同伴刀疤男早就被枪射死 阿伟化作一团热血附身在刀疤男身上 所有的一切记忆全部恢复 贤秀气愤的要为刀疤男报仇血恨 两人扭打在一起的同时 另一边的消防员精解出动了 上一季他并没有与幸存者一同被带走 而是单独行动 我猜他与军方达成了某种协议 怀了军方研究员未婚夫的孩子 一定是想找到未婚夫的下落 军方对贤秀的追捕没有停止 对着贤秀的装甲车不停扫射 阿伟不想跟贤秀继续打斗 他们并不是彼此的敌人 被贤秀一顿发泄后 阿伟告诉他刀疤男还没有死 自己只是暂时利用一下他的身体 他绝不允许贤秀被抓去试验 因为他还需要贤秀的帮忙 面对军方的火力全开 哪怕导弹炸毁大桥 阿伟都无所畏惧直接一脚油门飞越 不得不说这装甲车真的抄给力啊 而精解也不得已停止了对贤秀的跟踪 然而两名士兵的对话让他改变了计划 原来军方抓贤秀为的是进行研究 因为只有特殊感染者身上才会有解药 可这项研究并没有得到证实 基地所有特殊感染者都没有价值了 贤秀是他们最后的唯一希望 另一边甜蜜社区的幸存者来到基地 这里到处都是存活的人类 可这场病毒把人们都吓坏了 只要有一人有异常他们都不会放过 尽管未婚妻哭着告诉他们 丈夫只是白血病的患者 可下一秒就被秘密枪决 还乐狠狠地用脚踩他确定其是否变异 生死面前这就是人性 哪怕你上前理论得到的也只有一顿暴揍 这一切被恩佑看在眼里 他知道这个地方并没有那么安全 即使发现前方有危险 军方也只会用枪抵着手无寸铁的人们 为了活命他们只能默默服从 然而下一秒就窜出来一个蜥蜴怪 那长长的尾巴和大大的眼睛很吓人 人们吓得只能惊声尖叫抱头鼠窜 然而奇怪的是蜥蜴怪没有主动伤害人类 仿佛在寻找什么东西 军方吓坏了连忙机箱扫射 笨笨的蜥蜴怪依旧没有攻击 只是单纯地逃跑 一颗颗没长眼睛的子弹全部射向了人们 怪物毫发未伤人类却死伤无数 慌乱中恩又一行人又上了一辆卡车 他们根本不知道哪里才是安全 而这时人群里冲出来一个孩子 他吓坏了到处寻找妈妈 蜥蜴怪一把抱起女孩 任凭军方如何扫射他都死死守护着孩子 他死死盯着女孩子细打量 发现了人群中正在寻找孩子的母亲 蜥蜴怪这才把孩子还给母亲 很显然他也是在寻找自己的孩子 在另一片废墟中军方找到了怪物的孩子 蜥蜴怪听到了孩子的求救声 不顾一切飞奔了过去 即使他是个怪物科母爱依旧伟大 最终军方用孩子威蜴蜴怪 看不得孩子受到伤害的母亲只能投降 最终被活活烧死在孩子面前 面对存活下来的孩子 上士并没有赶尽杀绝而选择了驱赶 手下指责他违抗军令 但上士认为只需要处理伤害人类的怪物 阿伟与贤秀重新踏上了寻找同类的旅途 然而一想到重新回到军方 阿伟的记忆一下子又被拉回 那种被当作样本的痛让他刻骨铭心 记忆冲击着他的脑海 一瞬间刀疤男的意识也重新回来 第一记中的贺敏突然出现 这样阿伟没能控制得住 一下子冲向前方 车祸随之而来 轰轰烈烈的爆炸让他们受伤严重 贤秀并没有第一时间去救阿伟 而是走向了垂死挣扎的人类 他想要去救他 却被对方制止 在他眼里贤秀就是怪物 他认为这一切都是怪物造成的 请求贤秀让自己来个痛快 无奈的贤秀默默留下委屈的泪水 完成了对方的遗愿 他知道他想成为人类已经没有可能 阿伟用尽全力终于爬了出来 可受伤的双腿让他进退两难 想用绝招逃离这个躯体也无济于事 贤秀趁机嘲笑他没有人类根本无法存活 充其量只是个小寄生虫罢了 贤秀拖着阿伟向着军方基地走去 可阿伟不甘心他不停地劝说 那种被四分五裂的痛苦让他终身难忘 现在过去就等于送死 可贤秀一句也听不进去 因为他自始至终只想做好人类 然而下一秒爆炸声枪击声随之而来 他直接被军方射杀晕倒在地 地狱之门再次为他们而打开 当弱小的人类感染病毒 变成一个个可怕的怪物 这个世界还有爱吗 母亲为了看望变成怪物的女儿 不惜危险答应配合军方的研究 变成怪物的女孩没有思维 直接对母亲进行攻击 很显然这个实验结果不理想 随即怪物被荡成垃圾在母亲面前燃烧 这一幕真的让人无奈又绝望 而这一切刚好被偷偷潜入的金姐看到 原来就在白天他听到有关实验的秘密 直接用枪挟持一位军官进入基地 他想找到未婚夫 不知道他是死是活 就在他四处乱跑时看到了刚才那一幕 另一边的恩佑挟持了一辆卡车 他命令他们重返曾经的绿色家园 他要去救自己的哥哥 也就是第一季中有勇有谋的眼镜男 可好巧不巧的是车胎被扎 恩佑只能一人前往 智秀告诉他眼镜男有可能已经变成怪物 因为临走前眼镜男曾经找过他 还特地让他保护好妹妹自己无法一同前往 可恩佑根本不信 他一定要亲眼确认才行 来到曾经最熟悉的地方 虽然早已面目全非 可依然能见到一些熟悉的东西 当看到哥哥那破损的眼镜时 恩佑再也控制不住 哥哥的身影闪现脑海 虽然两人总是斗嘴可他们两感情很深 看到哥哥珍藏的照片 恩佑止不住地流眼泪 他好难过不知道哥哥到底在哪里 外面的几人也不太平 军人蛊惑他们想不想打抵抗病毒的疫苗 只要能从歹徒手里解救军方谁就能打疫苗 黄毛第一个反抗他不想在这里等死 好在一旁的忠视灿荣出来制止 这才避免了他们的自相残杀 当恩佑无功而返时 军人直接上去对他拳打脚踢 算什么男人竟然欺负手无寸铁的女人 关键时刻还是灿荣哥给力 滥杀无辜本身就不对 更何况现在的处境极其危险 地旁死去的战友还有着余温 附近一定有怪物出没 为了自己的安全 军人命令灿荣把他们绑起来 不过骨子里善良的灿荣故意绑得很松 让他们等待机会逃跑 就在这时附近传来一阵诡异的动静 大家都以为是怪物来了平住呼吸 然而没想到下一秒出现一个女人 没错她就是第一季中失去孩子的善英 那个拥有着强大母爱的女人 因为生前的欲望她变成了巨型胚胎 现如今已经孵化成新人类 不过她依然是善良的没有任何攻击性 可在末日里如同惊弓之鸟的人们 却并不想放过她 那个凶声恶煞的军人直接开车撞了过去 灿荣怒斥她又滥杀无辜 明明是个人类却偏偏被当作怪物对待 杀红眼的军人更是拿出汽油 她要彻底将怪物消灭 不过恶人有恶报 下一秒就被怪物刺穿了脑袋 第一季中的五眼怪突然再次出现 那长长的手臂直接K了军人 灿荣吓得腿软准备展开攻击 一旁的小男孩提醒她不要说话 那个怪物根本看不见 大家大气不敢喘 在灿荣的指挥下几人默默离开 这一切被突然窜出来的无人机打破 五眼怪直接一掌击穿 众人吓坏了引起了五眼怪的注意 说时迟那十块灿荣直接进入战斗 她试图掩护大家让大家赶紧上车 没想到之前的独眼怪也出来捣乱 直接像蟒蛇一样把灿荣缠住 一旁的恩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一爬上车黄毛就急着发动车子离开 没想到五眼怪听到动静直接袭击 看来这次有点凶多吉少了 五眼怪撞破玻璃响闯进来 好在黄毛眼急手快直接发动车子 另一边的灿荣正在与独眼怪搏杀 她不停用匕首疯狂刺杀怪物 恩佑不能见死不救她猛打方向盘 自私的黄毛怎么会听话 怒斥她把所有人置于危险的境地 就在两人僵持不下之时 灿荣用尽全力挣脱了独眼怪的束缚 捡起地上的一块石头来个声动击吸 暂时打晕了五眼怪 一顿疯狂奔跑 终于搭上了大家的车 这里欧巴真的也太帅了 一个猛打方向盘把怪物直接甩开 另一边被军方控制的贤秀被押往基地 博士直接喊话贤秀让她接受试验 善良的贤秀根本不知道等待她的会是什么 她只希望一切都能恢复到从前 哪怕牺牲自己都在所不惜 紧接着一桶血水泼向了她 她一句怨言也没有默默承受 一个巨大的嗜血怪物被放了出来 人类一旦感染可怕的病毒 就会失去理智曾经的欲望被放大 最终变成各种恐怖的怪物 而贤秀作为特殊感染者被军方关押 一上来就被一桶鲜血浇透全身 博士放出嗜血怪她想看看贤秀的真本事 可面对怪物贤秀根本不想反抗 因为她根本不确定她是怪物还是人类 然而奇怪的事还是发生了 嗜血怪一顿撕咬后贤秀瞳孔发白 紧接着她看到了嗜血怪感染前的状态 一幕幕的回忆仿佛让嗜血怪开始清醒 她想起了自己的过去病痛 让她恐惧不安 她停止了对贤秀的攻击 反而请求贤秀帮帮自己 她不想再痛苦 贤秀还没说上话 她就被人抬走 一声声呼喊着贤秀让她救救自己 然而这个世界早就没了人性 烈火直接把嗜血怪活活烧死 任凭贤秀如何大 他们燃烧的是人类 可根本没有人理会 她质问博士这到底为什么 没有攻击性的人类也要杀 可博士的回答更加没有人性 因为怪物就是怪物失去价值就必须死 博士很纳闷是血怪曾攻击了数十名军人 可贤秀就几句话他就失去了攻击性 更是好奇的近距离接触贤秀 并坚信贤秀一定是病毒感染者的解药 善良的贤秀竟然相信了他 愿意继续配合实验 殊不知地狱之门已经开启 而另一边的阿伟被确认为尸体 可研究员很疑惑明明是怪物却没有呼吸 然而一眨眼的功夫阿伟就不见了 正当两人疑惑不解之时 阿伟直接把两人干倒 虽然双腿是费了可攻击力依旧很强 穿上衣服他爬了出去 然而这具身体实在是影响自己发挥 可无奈自己怎么发力也无法摆脱 只能硬着头皮前进 不知不觉他闯进了一间实验室 上面躺着一个人很显然阿伟认识他 虽然是一副半死不活的样子 但阿伟能感觉到他的呼吸 另一边金姐还在寻找未婚夫向元的下落 不料被博士逮个正找 他很好奇金姐看到未婚夫的反应 主动要求带他去见湘元 然而没想到自己却被人暗算了 金姐刚进入秘密通道 博士就被人电晕带走 另一边N又一行人正在去往利岛的路上 虽然不知道那里是否安全 但已经没有回头路 半路上他们还就下一名长发大叔 他也是一名幸存者 救助每一名幸存者是灿荣的职责 然而意外还是发生了 半夜黄毛竟死死盯着小女孩 问他自己帅不帅 小女孩吓坏了黄毛脸上长满了麻子 很显然他感染了病毒 一度自恋的黄毛当然无法接受 激动的一把掐住女孩 眼看着小女孩就要被掐死 好在长发大叔及时出现 子弹并没有发挥太大作用 黄毛的身体直接开始膨胀 死死盯着大叔没完没了的纠缠 好在灿荣枪法准把黄毛击退 大家吓坏了只能赶紧下车逃跑 黄毛变成了一个妥妥的丑八怪 看得人头皮发麻 一瞬间整个身体长满了可怕的面皮 长发大叔无比镇定 将一瓶酒浇在地上准备烧了这怪物 可一切并没有那么顺利 黄毛借着酒看见自己的倒影 他实在受不了自己变得这么丑闷 气得他疯狂地大喊大叫 巨大的声音损伤着人们的耳朵 所有人只能紧紧捂住耳 智秀知道现在是杀死怪物的最佳时机 他忍着疼痛艰难地拿起火枪 直接把怪物焚烧 危机是解除了可置修的耳朵却坏了 他的世界声音被减弱了一半 身为吉他手的他诱饵失去了听觉 而小女孩也再也没有醒来 这场病毒让太多人失去了太多东西 消防员金姐终于找到了未婚夫项元 只不过他却只剩下一个空壳皮囊 很显然这一切都是阿伟干的好事 他吸收了项元的全部血液 末日里金姐的唯一执念一下子被击碎 爱人的死让他气不成声 然而互不担心下一秒肚子突然膨胀 里面的孩子正迅速成长 金姐直接痛得晕死过去 这一切都被恢复能力的阿伟看在眼里 而变态博士则被带到最高指挥官面前 命令他打开疫苗的密码箱 很明显这群自私的人想活命 还美其名曰保证指挥部的安全 才能帮助其他更多的人 可面对枪口博士也只能屈服 然而打开箱子的一瞬间 所有人都傻了一瞄进不翼而非 而只有博士在偷乐 因为一瞄被他藏在最安全的地方 一瞄一旦被交出来自己也就活不了了 气得军官直接打残了他的手指 另一边恩诱在内的幸存者 被安排在一处体育馆 这里仿佛是安全的营地 灿荣完成任务与大家告别 身为军人他要及时归队 这里进去的人们都要经过安检 如有反抗将被特殊对待 长发大叔舍不得自己的枪支 所以被带走隔离 所有人都会在手背上划开小口 没有愈合就算安全 则被印上人类的印章 反之则被关押起来 看来这里变异的人不少 乌鸦军团的上士老卓被上级叫过去 命令他解散军队离开这里 这无疑让老卓眉头一紧 问其为何改变救助计划 上级什么也没说 只是让他不要去营地 然后不等老卓反应 直接一枪自杀了 此时外面警报声拉响 军方停止了对人们的筛查工作 一时间所有人蜂拥而上 老卓这才发现事态的严重 随即在上级这里找到很多经历文件 原来军方内部早就叛变 因为一直没有找到疫苗 军官早已发狂 既然怪物化是迟早的事 不如在人类完全灭亡前全部肃清 也就是说只留下几个军官 其他所有人将被抛弃 博士静双手赞成认为这也是他想要的 随即军官直接打开开关按下指纹 一个个火箭炮仿佛烟花一样向着体育馆飞去 爆炸声震耳欲聋 屠宰场人们疯狂逃跑 末日中再也没有安全的地方 智秀与恩佑也都被人群冲散 看着屏幕上硝烟四起死伤无数 博士依旧不肯说出疫苗的下落 杀红眼的军官直接命令将他处决 千军一发之际老卓带着一群手下冲过来 分分钟就把这些自私的败类解决 并令人暂停火箭炮的发射 然而可笑的是军官竟然变异成了怪物 向着老卓就扑了上去 嘴里吐出无数个触手想要吞下老卓 好在老卓命大垂死挣扎 等来了手拿喷火枪的手下 持续的高温灼烧这才将怪物消灭 手下也破解了火箭炮的密码 然而外面早已横尸遍野一片残骸 智秀不幸被钢筋砸穿了双腿 眼看着头顶的石头就要掉下来 他大喊着让小男孩英秀快走 可怜的孩子刚经历了姐姐的死 现在他根本不知道还能去哪里 而一旁的恩佑也无能为力 唯一能做的只有好好保护英秀 最终眼睁睁看着智秀离开 老卓命人放上炸药炸掉隔离区的怪物 他们继续赶往安全的营地 可他终究还是晚了一步 升级成新人类的阿伟早就把怪物放了出来 随即他找到贤秀问他过得爽不爽 说要拯救人类的人只能被关在这里 这一次他不会再救他 更不会杀他 因为他想要的是让贤秀绝望 目睹这里的一切被毁灭 贤秀不干了 他冲破了玻璃找阿伟干假 没想到没几下阿伟就直接刺穿了他 这次贤秀还能赢吗 阿伟会不会放过他 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苦等三年的甜蜜家园第二季终于迎来高潮 可没想到贤秀却变得如此脆弱 刚与血液怪交手没几下就被拿下 消防员金姐竟然怀了一个怪胎 人类感染后又出现了新人类 这场灾难到底将如何结束 上集说到贤秀被阿伟刺激 被人类再次利用满身伤痕 阿伟不再相信他也不打算救他 让他在实验基地见证毁灭 贤秀一下子就被激怒了两人展开搏斗 可不是最佳形态的贤秀 根本不是阿伟的对手 最终直接被一掌刺穿了胸膛 眼看着贤秀垂死挣扎已经没了希望 看他如此痛苦阿伟准备送他一程 没想到这彻底激怒了贤秀 他突然瞳孔变黑放大直接击飞了阿伟 贤秀终于又变成了翅膀天使 变成了第一季时的最佳形态 阿伟再次激动地拍手叫好 也许在他眼里这样的贤秀才是正常的 不过贤秀的翅膀好像不太听话 左一拳右一棍完全不受控制 此时的他依然不想接受自己是怪物的事实 阿伟却邪魅地笑着劝他接受一切 接着两人开始切磋 不过贤秀也太弱了一直被阿伟控制 躺在地上就这样束手就擒 看的人真是好气氛 不知道被这样揍了多少下 贤秀终于不再屈服 上去就刺穿了阿伟 不过这对阿伟来说根本不痛不痒 在最后的对决中两人互不相让 贤秀不幸被刺中 整个翅膀一瞬间变成了黑探色 仿佛被阿伟吞噬 他希望贤秀就这样绝望地慢慢死去 见证人类被毁灭的过程 我们的贤秀真的就这样死去了吗 另一边消防员金姐终于也逃出了基地 来到一条解满冰块的湖面上 肚子里的孩子再也等不了 现在他就要出来 金姐忍住疼痛准备在这里生产 可奇怪的是孩子还没出生就在肚子里说话 金姐咬牙切齿打算全力以赴 然而下一秒无面裂开金姐直接落入水中 金姐已经无力挣扎 本以为会就此淹死 意外的是他与孩子的齐带救了他 那个孩子利用齐带把金姐拉上了岸 很显然这个孩子不正常 当金姐再次醒来时 他看到一个黑乎乎的怪物 正低着头啃食着齐带 这让金姐多绝望呀 他无法忍受自己生下这个怪物 慢慢向他靠近 在老卓的带领下一群人来到新的避难所 为了满足日常需求 每天都会派人出去搜寻物资 然而这一天他们发现了一个怪物 一个穿着婚纱到处乱窜的女怪物 他好像在寻找着什么东西 大家都没有攻击队长 让小弟上去先看看 面对人类的测试性攻击女怪物并没有反击 而是选择默默离开 说明这个怪物是没有攻击性的滤形怪物 于是队员还给他喷上绿色液体作为标记 然而当他们要离开时 女怪物竟然乐了 还直勾勾地向着光头跑过去 很显然他是认错了人 可能那个对自己来说最重要的人也是个光头吧 大家还记得一开始那个白血病的新郎吗 虽然被错当作怪物处决 可那天是他与女孩结婚的日子 可能这个女怪物就是那个新娘吧 最终队长给光头放假一天 让他带着女怪物去游乐场玩玩 而恩佑却从未放弃对哥哥的寻找 他总是独来独往 这天却被大胖小兽和狗蛋尾随 他们都想出去找东西 可当他们看到一个大超市时 大胖就起了贪念 认为只要把恩佑杀了 这里的物资就只有他们知道 他们就能独自享用 狗蛋为了给生病的母亲找要去了别处 而警觉的恩佑透过后视镜也发现了两人 尽管他们手里有枪 但恩佑却跑得飞快 幸运地躲过一枪又一枪 此时的狗蛋来到一处温室 这里仿佛是个室外桃源 他慢慢走向前突然发现一个女孩 善良的狗蛋认为睡在这里很危险 他上前想叫醒女孩离开这里 然而当他刚触碰到女孩 他就突然呆着了 女孩缓缓睁开双眼 一瞬间脑海里闪现的全是狗蛋的记忆 他看到狗蛋生病的母亲 看到狗蛋心疼母亲的样子 女孩也突然想起自己的母亲 双眼发白的他一把推开了狗蛋 看着目光呆滞的狗蛋 他只说了句不是自己的原因 紧接着狗蛋的胳膊迅速腐烂 他到底怎么了 这个女孩到底是谁 仔细看小兽只是推了推眼前睡觉的女孩 没想到下一秒女孩就翻出大白眼 死死抓住小兽的手臂 小兽仿佛被控制住突然就僵硬了 松开小兽的手臂女孩双眼右边正长 紧接着小兽一改之前的软弱 对着大胖一顿暴击 很显然是小女孩控制了小兽 小兽主动求死开心的大喊自己是个怪物 而小女孩却在一旁偷笑 发了疯的大胖直接解决了小兽 然而下一秒他就后悔了 小兽不是怪物没有变异 来不及悲伤的他继续向前 只身一人在这个充满怪物的世界里 大胖根本无法淡定 他大喊着给自己壮胆 他还不知道背后的小兽已经变异 结果可想而知大胖被小兽干掉 恩佑从未放弃对哥哥的寻找 今天他被刚才的大胖和小兽追杀 为了躲藏来到一处仓库 走近才发现这里到处都是怪物的乱 怪物们一个个向着他走来 虽然速度不那么快 但很快他们就团团包围了恩佑 在这一季恩佑没有了哥哥的庇佑 反而变得无比强大 导演给的主角光环 让他一次次躲过怪物的追杀 然而一个人怎么能打得过这么多怪物呢 就在恩佑寡不敌众之时 突然闪现一个大翅膀把所有怪物击退 这才救下了恩佑 缓过神来的恩佑以为是哥哥 他拼命地跑出去他想见哥哥一面 哪怕哥哥变成怪物他也不怕 可无论恩佑如何大喊哥哥始终没有出现 出现的却只有刚才的白桶女孩 恩佑看到一旁的怪物担心女孩威胁 让他赶紧来自己身边 然而下一秒变成怪物的小兽就扑了过来 恩佑反射性地拿出刺刀防身 小女孩一把拦住了怪物 恩佑与怪物四目相对 一低头才发现是女孩抓住了怪物 还质问恩佑难道你要杀了他吗 他才刚刚变得听话 不等恩佑回答又让怪物一边凉快去 小兽竟然真的很听话地离开 很显然这个女孩有着控制怪物的能力 一时间把恩佑看闪了 接着也看到了女孩手臂上的红色丝带 自己也有同款的丝带 曾经恩佑伸出险境的时候 被一只翅膀怪物救过 虽然自己并没有看到他的脸 但恩佑一直以为那是变成怪物的哥哥 他曾经给恩佑也绑过红丝带 不等恩佑质问 女孩直接叫出她的名字 还说了一堆奇怪的话 责怪恩佑的出现把那些怪物吓跑了 那些怪物并不坏 恩佑一把拉住女孩想问个究竟 下一秒就被小怪物袭击 没错他就是第一集中出现的蜥蜴怪的宝宝 小宝宝对着恩佑哇哇叫唤 白桶女孩却阻止了他对恩佑的伤害 而另一边基地又发生了状况 一位大妈苦苦哀求自己想出去 他当然不会同意让大妈跟着 最后在同情心的犯案下班长还是破例了 然而想不到的是正当大家认真工作时 那个大妈竟然鬼使神差的疯狂逃跑了 虽然班长和灿荣都第一时间追过去 可终究还是没能拦住大妈 他闯进了他们事先埋下的炸弹埋伏 这下好了闯下了大火 灿荣叮嘱他千万不要乱动 班长气愤地问他为何要逃跑 原来大妈只是想突然消失就好 因为自己得了绝症不想变成儿子的雷震 可没想到却没有让他如愿以偿 现在面对死亡他又变得如此害怕 灿荣直接上前帮助老人一起压住地雷 只要坚持一会就会有人过来帮忙 然而没想到的是大妈竟然突然流鼻血 哗哗哗根本止不住地往下流 这一幕真是把我都看得菊花一景 老卓过来查看一番后 也无法保证炸弹能被顺利解除 更不知道受影响的范围有多大 最终灿荣想到一个办法 老卓负责守护大妈 而他则驾驶着一辆装甲车 直接对准地雷的地方压了上去 大家以为一切都相安无事准备离开时 没想到地雷还是爆炸 声音的巨大势必会吸引更多的怪物 大妈被安排到隔离区隔离 而基地的警报被拉响 接下来他们会遇到什么危险呢 他们会平安度过吗 十个一年感染病毒的怪物竟然彻底进化 对人类的进攻变得更有组织 有躲在树林突然袭击的 有站在高处放哨的 有躲藏在屋内破窗而出的 更有变色龙一样埋伏在地上的 他们成群结队对人类发起猛烈攻击 这场世纪之战人类到底能不能胜利 原来就在刚刚老卓一行人 为了就下脚踩埋伏地雷的大妈 引爆了地雷巨大的声响势必引起怪物的注意 正在外面执勤的金队长也听到了动静 准备回营地救援 此时的营地警报声拉响 所有人都做好战斗准备 老卓站在高处看到怪物们蠢蠢欲动 看来这场恶战在所难免 所有士兵听从命令做好埋伏 而金队长这里也发现了怪物的踪迹 他们都迅速地向着体育场飞奔而去 很显然他们返回去支援根本来不及 金队长直接命令调转方向 离基地越远越好 看来他们要跟怪物来一次声东击西了 他们来到一处加油站 做好了炸弹埋伏 打算把怪物引过来一锅端 然而怪物们却变聪明了 一开始跟人类玩躲猫猫游戏 一会从树林里窜出来 一会又冲破窗户跳出来 不得不说这一季里的怪物聪明很多 面对猛烈的攻击他们切而不舍 眼看着已经把他们引到了埋伏地 然而地雷却诡异地无法引爆 正好试了几次也没能成功 原来怪物对信号做了干扰 无法引爆炸弹 于是他们只能继续跟怪物绕圈圈 金队长从中寻找机会引爆加油站 这里不要太帅啊 神枪手的金队长终于成功了 至此怪物被消灭 基地的危机也被解除 面对危险人类只要团结一致一定会战胜 回去的路上他们发现晕倒的狗蛋 那个被白桶女孩抓过手臂溃烂的人 最终也被带回了基地 队员们告诉老卓出去执行丢了一位队员 他们始终联系不上崔荣熙 狗蛋则被交给了博士 手臂上的溃烂不是烫伤也不是瘀青 博士立马就来了兴趣打算好好研究 临走前灿荣疑惑地问博士 怪物会不会选择挑选对象攻击 博士认为只有绿形的怪物才会 可灿荣却发现有怪物只集中攻击一个人 博士依然坚持己见 固执地认为怪物化只是一种精神病 但对灿荣说的特殊类型很感兴趣 希望他下次再遇到这类争取抓过来研究 也许可以解开怪物化的谜体 博士发现狗蛋的血液里明显是怪物化的细胞 可他却没有怪物化的症状 博士惊讶了想再去看看狗蛋 却发现狗蛋人消失了 这个孝顺的孩子是想去找母亲 就是之前那个逃出去想消失的大妈 已经被隔离在外面 狗蛋没找到母亲问英秀 英秀却告诉他母亲变成了怪物 狗蛋一下子就激动了 在门口大喊着要去找妈妈 差点就被人暴揍 好在博士及时赶到 他又把狗蛋带回去研究 就让他回答几个问题 就答应他帮他找妈妈 博士很好奇他手臂上的伤怎么来的 很显然狗蛋的记忆仿佛衰退 他只记得在一个有花的地方 自己被一个女孩子抓了一下手臂 博士把狗蛋麻醉开始了他的变态实验 他不停在狗蛋身上制造伤口 可奇怪的是伤口并没有愈合 他用录音笔记录下了所有 他要开始人工干预刺激狗蛋怪物化 此时被隔离的狗蛋的母亲发现自己变成怪物 连掉落的牙齿都长好了 身体也恢复了不再被病魔折磨 而池班长却对大妈说了奇怪的话 问他做好决定了吗 明天自己会帮助大妈消失在这里 总感觉这个班长很奇怪 遇到恩佑又对着恩佑说了一堆话 原来他一直以为恩佑是杀死自己丈夫的凶手 千万次想为丈夫报仇却忍住了 为的是等着恩佑怪物化的那天在动手 很显然恩佑根本不是凶手 因为事发那天灿荣也在现场 凶手是那个大翅膀 灿荣认为就是恩佑一直在寻找的 那种会挑选人类进行攻击的怪物 他们甚至还会给人类做上红丝带的标记 推理下来说明那个怪物是在保护恩佑 就在这世门外出现了那个白桶女孩 恩佑很想知道哥哥在哪里 慢慢靠近女孩希望能得到线索 白桶女孩直接伸出手要带恩佑去 好在灿荣阻拦了下来 紧接着草丛里又出现了一个人 她表示自己只想带走白桶女孩 而恩佑发现那人正是消防员金姐 消失了一年她到底怎么了 而这个白桶女孩跟她又是什么关系 女人刚怀孕五个月就要生产 没想到生出来一个怪物 浑身黑漆漆的根本不正常 刚出生就会吃期待 金姐很害怕这个孩子变成祸害 于是咬咬牙拿出匕首想把她解决 然而作为母亲的自己根本下不去手 孩子那无辜的眼神让她犹豫不决 就在这时贤秀终于出现了 金姐无法面对孩子选择了抛弃 最终贤秀承担起抚养孩子的重任 小花一天天的长大 看起来跟正常人没有区别 金姐一直在背地里守护着她 她一直认为是自己肮脏的欲望害了小花 所以一出生就像个怪物 直到有一天她终于鼓足勇气面对她 小花终于与妈妈团聚 在金姐的照料下小花过得很快乐 然而这一切却被打破 所有人都把小花当成怪物 无论金姐怎么保护她 最终还是被人类伤害 然而就在这时小花变了 她突然长大了起身反抗了 一把抓住人类下一秒仿佛就中了邪 被小花控制变成了怪物 小花的双眼发白特别吓人 看到互相残杀的人类 金姐才彻底觉悟 她的小花终究还是个怪物 一时间金姐崩溃了 在小花手臂上狠狠划出刀口 再交上墨汁 被激怒的小花直接刺伤了金姐的眼睛 贤秀一脸疑惑她看不懂金姐的做法 原来金姐只是不想弄丢自己的孩子 无论她变成什么怪物自己都想认出来 小花不理解也拒绝金姐的爱 但金姐从未放弃 还给她做了手套 这样她就能认出自己的孩子 因为她想好好守护小花 可她总是会跑去人类密集的地方 金姐习惯性地把她绑起来 她不想接受恩佑任何帮助 更不希望她记住今天的一切 可恩佑只想知道哥哥的下落 不等恩佑询问金姐就走远了 回到家金姐就要把小花关起来 在她眼里这是为了保护小花 可这次小花不干了 她觉得妈妈跟其他人类一样 都只把自己当成怪物来伤害 一瞬间金姐更加愤怒 埋怨她又出去祸害人类 擅自把她们变成了怪物 小花不以为人 认为自己这样做法让她们更善良 金姐直接崩溃了 本以为把她关起来就好 可她却忘了无论是谁都渴望自由 最终金姐恶狠狠地再次将小花锁起来 没想到她却低估了小花的自尊 她竟然点火把房子烧了 金姐没办法只能先救女儿 就在这时那只蜥蜴怪宝宝突然出现 很显然她是来救小花的 可在金姐眼里她始终是怪物 本能地把小花护在身后 然后不顾小花的阻拦狠狠砍上了蜥蜴宝宝 金姐一路追赶好在小怪物跑得快 最终直接跳水逃跑 小花质问金姐为何这么残忍 那么对于同样是怪物的自己 会不会也是这样的下场 金姐虽然一个劲的否认 可小花再也不想上当 在她眼里人类都一个样 哪怕是自己的母亲 最后小花冷漠地直接跳了下去 这一次她是真的绝望了 金姐立马下去寻找 可怎么也找不到 而另一边博士对狗蛋进行怪物化实验 她带着狗蛋找到母亲 母亲激动地告诉她自己已经痊愈 再也不会痛苦 可狗蛋却有自己的想法 直接拿出一瓶除草剂喂给母亲 因为博士告诉她就算变成怪物也一样会痛苦 所以这一次只有彻底死亡才能救母亲 眼睁睁看着母亲一动不动 她才欣慰地扭过头告诉博士一切都结束了 然而下一秒看见母亲又复活了 狗蛋彻底崩溃因为她再也不想看到母亲痛苦 她大声喊着要母亲去死必须死 变态的博士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没想到狗蛋的执念太深 一下子掰断了钢筋打开了房门 母亲依然那么慈爱她知道孩子受苦了 不停地跟狗蛋道歉 然而下一秒狗蛋直接把钢筋刺向了母亲 很显然让母亲不再痛苦就是她的唯一执念 现在的她已经被完全计划 一次又一次的暴击让博士惊呆了 她万万没想到狗蛋竟然能爆发出这么强的力量 然而意外的事还是发生了 狗蛋最终直接爆浆变成了人肉巧逆 末月的世界狗蛋与母亲这样的不幸有太多太多 老卓看到博士满身的血迹吓坏了 来到现场博士一直后悔自己过激的刺激 因为他根本没想到怪物化有了新的变化 而老卓根本没想让他能研究啥来 之所以让博士在这里研究 完全是为了给人类带来希望 最终一把火把这里全部消 原因是怪物化的母亲杀了儿子 被发现后乌鸦军团的人直接将其处决 然而执着的博士却根本不会放弃对怪物的研究 而另一边金队长发现了之前走丢队员的信号 那个为了救女朋友而擅自离队寻找药剂的崔荣熙 通过无线电金队长发现了她的踪迹 原来她就在之前的基地里倒 她发送出SOS的求救信号 他们会去救她吗 仔细看地上一团黑的女人 正不停扭动身躯 痛苦万分的她当然不是在跳舞 她正在变异从人类变异成怪物 消防员金姐终于在这一刻也黑化了 控制不住身体的她只能选择一跃而下 贤秀立马追过去查看 没想到金姐直接一掌刺穿了贤秀 原来就在刚刚恩佑正在寻找金姐 她想得到有关哥哥的信息 突然发现地下传来一阵异想 她刚要准备暴力解决时 被小花直接叫停 小花刚刚跟金姐闹翻 一肚子怨气全部发泄在恩佑身上 她认为所有人类都是坏蛋 紧接着恶狠狠地一把推下了恩佑 恩佑被吓得惊声尖叫 她知道这一次自己是躲不过了 然而下一秒最帅的贤秀出现了 原来一直守护着自己的人不是哥哥 而是贤秀 那个大翅膀真的好有爱 成功救下恩佑的贤秀一言不发 她只想默默离开 最终在恩佑的大喊声下停住了脚步 面对恩佑谢斯迪里的质问 贤秀只是敷衍地回答 自己只是碰巧路过而已 恩佑当然不会认可 然而还没等她上前 贤秀的大翅膀就划开了分界线 看来她也是被人类伤透了心 恩佑不相信她这么绝情 忍着脚底的疼痛继续上前 最终却被半路杀出来的长发大叔打破 离开前看到贤秀的眼神好让人心疼 回去的路上贤秀质问小花 为何要伤害恩佑 原来小花非常生气 贤秀为了救恩佑伤害了很多怪物 而那些怪物却都是小花的朋友 原本小花以为人类都跟妈妈一样 不会伤害自己这样的异类 于是才好奇地靠近他们 可得到的却只有伤害 现在她也无法信任贤秀了 面对质问贤秀只能告诉她 人类很脆弱 他们只是害怕失去重要的人 小花也要模仿他们 现在她要做的就是以牙还牙 贤秀依然要带着小花回家 可小花却告诉她 他们再也没有家了 金姐在水中没找到小花就爬上岸 本该是幸福的家 却被烈火团团围住 一瞬间金姐也绝望了 当可爱的蜥蜴怪宝宝发现她时 她早已昏迷不醒 蜥蜴怪宝宝不顾危险闯进大火 为了救下金姐不惜用瘦小的身体抵挡猎火 好在贤秀及时赶到 她就下了金姐也抱走了蜥蜴怪宝宝 奄奄一息的金姐不停忏悔 她认为是自己害了小花 是自己的欲望让小花一出生就是个怪物 本以为小花能变成像贤秀一样 站在人类这边的特殊人群 可自己终究没能阻止她变成怪物 贤秀不以为人 怪物又怎么样人类又怎么样 怪物也是有情感的 就仿佛这个蜥蜴宝宝 她同样在危险时刻去救你 因为在她眼里你早就是她的家人了 小怪物不停喊着金姐 妈妈妈妈 金姐瞬间感动得泪流满面 蔡蓉表示金姐是一氧化碳中毒 需要马上用氧气救命 然而好不容易找到的资源却失效了 恩佑告诉贤秀绿色家园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 她很想知道哥哥恩赫的下落 那天最后一个与她见面的就是贤秀 那个时候的她根本没看出来 恩赫已经被感染病毒 贤秀想把小花带来与金姐告别 可依然生气的她根本无动于衷 贤秀怕她日后一定会后悔 很显然小花知道哥哥不想让金姐死 为了不让哥哥难过 小花顺从地跟着过去看妈妈 奄奄一息的金姐此刻只想跟小花道歉 小花看着她痛苦的模样做出了一个决定 她伸出手紧紧握住金姐 很快金姐就没了呼吸 所有人都伤心欲绝 然而意外的事还是发生了 金姐突然浑身抽搐 很快她就发生了变异 是小花把母亲变成了怪物 金姐还保留着部分人类的意识 虽然极力在控制自己 不让自己伤害大家 于是一跃而下 贤秀下去查看却被她一掌刺重 一瞬间贤秀读取了金姐的所有记忆 她一直徘徊在痛苦的边缘 自责忏悔与愧疚让她无法释怀 她无法接受怪物因为怪物都必须死 可偏偏自己的孩子却是个怪物 第二天恩又也发现贤秀变了 她似乎也彻底黑化了 心里住着另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自己 另一边疯狂的博士发现老卓被感染 双重人格的她正在做垂死挣扎 博士虽然不能阻止老卓的怪物化 但她愿意替她保守秘密 并承诺引导她变成特殊感染者 作为交换博士只想再次回到力导稿研究 刚好金队长一行人也要去寻找调队的兄弟崔荣熙 于是几人就开始了新的旅途 疯狂的博士从未放弃对怪物的研究 在去往利岛的路上她发现了新大路 一颗仿佛贝壳一样的东西好像在孵化什么 胆大的博士还取了一块作为样的 对于科学研究她真的是尽之尽责 为此他们被怪物包围 一瞬间附近的怪物一拥而上 看样子他们集体在保护着什么 怪物们越来越有组织性 好在有金队长一行人的掩护 最终大家都安全地逃离 时隔一年再次来到曾经的研究基地 几人分成两个小组分别行动 很快一名队员就被怪物抓走 瑞震想去营救 一路上全是新鲜的血迹 最终队员被发现时早就没了呼吸 执着的瑞震用尽全力也只得到一只手臂 地上一滩血在不停蠕动 我猜一定是老朋友血液怪阿伟啊 而另一边博士发现了一个怪物 他很奇怪长得很像心脏 里面还泛着红光 仿佛还在孵化没有成形 博士激动地想看的究竟 却被金队长一把拦下 他可不想再来一场人怪大战 博士当然不会轻易放弃研究 于是一个人留下静静躺着观察 变态的他不但不害怕 还跟怪物聊起天来 而金队长则前去营救队员 紧接着又发现了一堆正在变异的人类 不一样的是这些人被进行了分类 一边是拥有攻击性的 另一边是比较平和的 一不小心瑞震被怪物抓住了头 吓得他们连连对着怪物放舞 这样的末日世界谁都像惊弓之鸟一样吧 就在这时突然冒出一个穿着西装的男人 好意告诉他们这里很危险 要带他们去往安全的地方 然而下一秒两人就被死死关在门内 很显然那个西装男不是善类 很快金队长这边也发现一个小女孩 看上去跟人类没有区别 两人就放下了警戒的心 善良的食餐害怕女孩冷 还脱下外套给她穿上 小女孩说他们在这里生存 因为怪物一般不会来这里 她还看到了几个军人 于是带着金队长一起寻找队友 很快他们就来到一处监狱 这里关着怪物和有症状者 而队友荣西也在这里 虽然还没死但也是奄奄一息 不停恳求大家救救她 石灿用尽全力想砸开大门 可却始终不尽人意 金队长恍然转过头命令小女孩开门 然而小女孩根本没有钥匙 但可以带他们去见其他人 于是金队长让石灿在这里陪着荣西 自己则跟着小女孩出去 荣西把好不容易拿到的药交给石灿 让他带回去救女朋友 他知道这些人根本不会放过自己 大喊着让石灿快逃 因为这些家伙都是这里的实验对象 很显然这一切已经来不及了 又一名队员被莫名的怪物凭空吸气 就这样惨死在瑞震的眼前 瑞震急忙跑出去想告诉队长 然而下一秒就被一个长满触手的怪物活捉 原来这里到处都是怪物 而金队长也被小女孩与西装男制服 至此营救小分队就只剩下博士一人 他被一个黑衣人引到一个地方 此时的博士才回忆起来 这里曾经是自己实施残忍实验的基地 博士很好奇眼前的男人到底是谁 黑衣人没有回答直接甩出手臂 大声告诉他自己是他第一个实验对象 博士惊恐地看着血红色长臂 扭过头刚好看到了曾经的朋友向元 玻璃破碎尸体直勾勾倒在博士眼前 这时博士才看清黑衣人的面貌 原来他就是血液怪阿妩 看来他要开始自己的复仇计划了 与此同时另一处的空地上 一个巨型的胚胎破裂 从中划出一个新人类 面无表情浑身赤裸着 没错那人正是第一季中的眼镜男 第二季中恩又苦苦寻找的哥哥恩赫 期待第三季哥哥的精彩表现 大家一定记得来看哦 地区的封股 我们接着 两个小学院的故事 看来一会儿 如果你的故事 手